老爸跑步十公里 好事做了一条街 上能就失足少年 下能抓秃头强盗 充分说明想成为正义的伙伴 就得先内裤外穿 老爸自己说要天天锻炼 老妈才给他买的运动裤和鞋 可他一共就用了三次 所谓的下雨下雪 头疼脚痒都是接口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 下次一定 这是跟大雄一个惰性 大雄倒是挺关心老爸的 要是冰倒了不能上班 谁给他发零钱呢 蓝胖子文言拿出一条强迫运动裤 只要穿上他 不想跑也得跑 大雄立马连红带片地 让老爸穿上 与此同时 老妈捡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封 老爸穿好裤子一看 自己的小心裤竟然被发现了 还没到老爸脾气上来 身为气管炎的他 已经穿上鞋 跑到外面避难去了 这还只是个开始 老爸跑步都不在看路的 一脚踩到恶犬 大雄两人在家里 看着老爸被狗追得 满大街乱跑 趴到树上去 才逃过一劫 刚松一口气 头顶上冒出一对大马蜂 把他淹没了 老爸不得不又跑了起来 穿上强迫运动裤之后 得跑上十公里才能停下 大雄一懒得继续看 直接躺平了 蓝胖子看他这样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不到吧 还有一条 大雄突然感觉 被抓住了命运的脚踝 死活不穿 大雄攻势一转 蓝胖子可是个小短腿 还没裤子长 蓝胖子怒了 非要证明 自己也是大长腿 说着就自己套上了 一只老鼠窜了出来 给蓝胖子吓得 直接夺创而逃 蓝胖子顺着下坡路 一路狂奔 忽然看到一辆婴儿车 冲了下来 身为一名称职的育儿机器人 他扑上去抓住了车 结果栽了个大跟头 又绕到车前面去 死死顶住 这才让他停了下来 可是 那位老妈是抱着孩子来道谢的 车里面只不过是些商品 更要命的是 小爱手上还有个老鼠玩具 蓝胖子又尖叫着 沿着原路冲上了坡 老爸这会儿已经快虚脱了 一眼看到了景德镇慈气 要不是老爸一个铲滑过去 那就是惨案现场 他终于遇到了 同病相连的蓝胖子 赶紧追了上去 没想到蓝胖子自己也没辙 这裤子就跟紧箍咒一样一样的 此时胖虎正在打棒球 不知为啥今天手感奇差 每一发都会打偏 害得老爸和蓝胖子 在满天飞的棒球中慌忙逃窜 刚放慢脚步 后面又冲过来一大堆花痴妹子 都是跑去问陆木耀签名的 老爸被气得成了一拳超人 镇下了一大堆吊死鬼 粘在身上 俩人恶心的拔腿就跑 比马拉松一弄圆还快 甩掉了虫子 又发现有人要当飞人 俩人赶紧以生死食宿 出上层层台阶 终于在天台上 看到了摇摇欲坠的那个人 俩人直接来了个爹罗汉 才发现那居然是个纸骗人 掉下去的两人在墙上跑了起来 在摔下去之前 穿过任意门 踩着牛顿的棺材板 玩命往前跑 还没缓过来 又陆玉警察抓小偷 这强盗嫌他俩碍事 一圈把蓝胖子捶飞了 裤子居然掉了 老爸也赶紧给脱了 扔到光头强盗脸上 帮助警察叔叔成功逮捕了他 可是 路人居然在嘲讽他这个 见义有为的英雄 原来老爸现在就只是个裤衩了 他想到这次射死 对被大雄所赐 一时间气血上涌 冲回家就开始追着大雄打 看来这强迫运动裤 拖来还更好使 让两个人都跑了起来 刚才蓝胖子的任意门也报废了 该不该叫大雄赔呢 大雄正美美地享受着阳光 电车和卧铺 可突然间冒出恩名大汉 活生生把大雄的美好时光 挤成了北上广的早高峰电车 小夫嘲笑大雄家一贫如洗 不费坐电车去学校 这话深深刺激到了蓝胖子 就要给大雄在家里造个车站 可大雄不领情 非说着自主轨道是玩具 蓝胖子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先是绕着家里围墙安装轨道 然后在门口放上桥梁和编编锁 最后设置好车站 大雄站就完成了 大雄一看 这不还是玩具吗 蓝胖子气得反手拿出一箱子列车 大雄首先看中的是老式内燃机车 但瞥见蓝胖子那看土鳖的表情 他二话不说就换了个卧铺车 这选择可以说是大雄本雄了 列车一放上轨道 车站里就出了一张卡片 拿着这张卡 眼睛一闭一睁 大雄人就被吸进车里了 列车喜动 大雄还从 正要找大雄当跑腿工序人的老妈面前 完美飘过 绕着院子开了一圈 列车稳稳停下 作为偷懒方面的天才 大雄已经开始脑补 躺着去学校的画面了 虽然蓝胖子只答应 给他道具自己去铺路 但这一劳永逸的好事 大雄还是很乐意干的 要说大雄也真能忽悠 一听说可以有白嫖的上学电车 全都心甘情愿的 加入了轨道铺设大军 人多力量大 还昏时分 大雄放上最后的教室站 整条轨道就铺设完成了 要说大雄他们也就涂一乐 真专业还得看蓝胖子 他一瞧轨道就瞧出毛病了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虽然大雄还说这是玩具 但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为了避免惨剧发生 蓝胖子加班加点 赶震出列车时刻表 挨个打电话通知小伙伴们 四日凌晨 轨道员蓝胖子正式上岗 已到了大雄出发的点了 但他一点也不着急 扛着枕头就出门了 一边补觉一边去学校 这是神仙般的日子 蓝胖子本以为 送走大雄就万事大吉了 转眼线路就出故障了 原来小夫昨天 把轨道铺到神城先生家门口 前有阿姨洗铁路 现有大叔扫铁路 这可苦了 赶着去上学的小伙伴们 坐车上学 还得拼命跑去换乘 大雄睡得正香的 突然满头大汗 谁让最近的列车 就是大雄这辆呢 本来是舒适的卧铺车 这下和北上广的地铁 没啥区别了 货不单行 吊桥又被熊孩子撞开了 现在回头铁钉会迟到 那么胜利的法则 就只有一个了 冲呀 空中飞车成功落回轨道 大家刚松口气 列车缓缓的停了下来 这次是便电锁 被狗尿的短路了 所以无法给列车提供电力 迟到是不可能会迟到的 蓝胖子身为轨道员 是不会让大家迟到的 别看内燃机车老土 但在没有电力的时候 他就是永远的神 就这样 秋名山车神蓝胖子 开启红色 有小三倍模式 一路带飞小伙伴们 大家会不会连隔夜饭都吐出来 已经不重要了 能跑邀老师才是关键 终于列车超过了老师 小伙伴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老师推开门走进教室 只听见一群人喊着 再也不坐电车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对于不靠谱的朋友提出的方案 自己一定要有个plan b 否则真的出了意外 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那么小伙伴们现在 都是用什么方式去学校的呢 见过无情无耻无理许闹的 却没见过霸占了别人家的豪宅 还把别人妈振作亲妈的 大熊与小夫的这场夺母忌 却没想到还有个黄雀在后 每天睡够24小时 就是大熊的日常 可这一切都被暴怒的 女帝老妈破灭了 日常零分考卷 让老妈不得不化身特种兵 用武力说话 大熊会声会色的 形容这次家老妈 可老妈真会是这样吗 遭到了小伙伴们无情的嘲笑 大熊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孩子 失落地回到家 未来商店又给蓝胖子 游记错道具了 这次的道具是杜鹃蛋 小伙伴们知道杜鹃吗 它是一种 会把蛋下在别的鸟巢的鸟 等蛋孵化后 子鸟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孩子 尽心照料 而这个道具呢 可以让自己变成别人家的家人 蓝胖子才不需要这种道具 自然而然地到了大熊手里 当阿熊下定决心 要当别人家的孩子 可还没出门 就给老妈来了个大捅扣头 老妈再次暴走 用物理手法 让大熊身高暴增10厘米 当阿熊一路闲逛 来到了财大气速的小富家 要体验富二代的生活 捏手捏脚开了门 却跟小富妈撞了个对面 刚要开逃 谁知小富妈 即热情地喊大熊为小夫 法国进口水果 意大利高档蛋糕 让大熊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还有千元大钞数章 当零用钱 大熊感觉自己的人生 到达了巅峰 吃喝玩乐应有戒有 这时小夫回来了 可老妈完全不记得 这个亲生孩子 便一起来直接扔出门送走 小夫再次从客厅潜伏进家 又与老妈撞个对面 老妈从大熊那里 等到没有朋友来访的回答后 再次把亲儿子扔出了家门 小夫决定找出真凶 来到仓库邪魅一笑 也不知道身高还不到两米的小夫 是如何搭建起40米高的观望台的 好不容易活着来到二楼 却正好碰到大熊离开 一路追赶 再次撞到老妈 又一次无情被拎起 摔出了家门 来到花园 发现真凶既是大熊 说着就飞身跃起 却被老妈抓住了命运的衣领 扔出了家门 有家不能回 让小夫哭成了喷水枪 路过的蓝胖子 听了小夫的叙说 知道自家的熊孩子 又给自己闯祸了 此时的大熊又准备去敬香家 跟媳妇当亲兄妹 可路上却被一股美味吸引 迷迷糊糊来到胖虎家 捏手捏脚进了家 就求胖虎老妈上口咖喱吃 大熊再次吃饱喝足 准备闪人 却正好碰到送货归来的胖虎 也真是苦了胖虎了 辛苦送完货 却没能吃到亲妈的晚饭 大熊饭后溜弯 正好碰到守株待兔的小夫两人 一路疯狂逃窜 再次回到小夫家 看着大熊吓得一身臭汗 小夫妈让大熊去泡澡 这浴室也是惊呆露目了 此时 小夫已经堵到自家门口了 小夫妈收拾大熊衣服 发现了杜鹃蛋 随手一抛 直接命中蓝胖子的巨型大口中 这下大熊又被打回了原形 赶忙逃窜 此时的老妈也担心起真正的小夫了 眼看亲儿子就在眼前 老妈与小夫热泪盈眶奔向对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这次轮到蓝胖子来当亲儿子了 那么小伙伴们说说 被蓝胖子吃掉的杜鹃蛋 要如何取出来呢 听过吃饭睡觉打大熊 却没听过吃饭睡觉打胖虎 眼看胖虎想要爱的抱抱 大熊进门关门 竟然拒绝了胖虎的爱 因为这份爱咬人命 此时的蓝胖子正聚精会神 眼看胜利在望 却被大熊搅了局 这就好比坦克都开团了 射手还在野区刷野怪 蓝胖子会无小援手 让大熊真男人跟胖虎正面刚 可大熊没有三机甲 小小身躯哪里扛得住胖虎的铁拳 蓝胖子都无语了 弓弄玄虚拿出超级铠甲 大熊怀疑蓝胖子把自己当傻瓜 可这铠甲就在于傻瓜看不到 就算傻瓜穿上 防御力依然为零 为了不被规划到傻瓜行列 大熊只能说出三个字 铠甲真帅 大熊装模作样披上铠甲 却被蓝胖子教育 这装备要从上往下穿 自从穿上铁布衫金钟罩 大熊觉得自己又行了 二话不说就要去跟胖虎正面刚 这下蓝胖子慌了 没想到坑娃的话大熊还真信 活机活了出门找娃去了 大熊生怕被蓝胖子的二手盗去坑 找到镜香来确认 可必处理的铠甲 让大熊误以为自己真有铁布衫 大熊潇洒地跑出两步 却想到了一个致命问题 铠甲对傻瓜无效 此时天外来球 却被树枝挡下 这就失去了测试的机会 但林家的恶犬恰巧被砸 这锅还对大熊来背 大熊决定正面刚 狗子正要下口 主人就来投食了 大熊虽逃过一劫 就失去了测试铠甲的机会 两个小娃正在玩过家家 起来有个怪哥哥 就身上脖子球背打 小娃大棒一挥 没想到致命一击 伤害却只有0.5 因为这是重启球棒 大熊迈着王者跪来的步伐 由于高空抛物 大熊又一次扛住了所有伤害 觉得自己特坚挺 可他不知 这抱头之物是泡沫所做 大熊自认是个superman 抓住小夫 让他供出胖虎的位置 要讨拳头之战 大熊要对抗胖虎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小镇 蓝胖子真的找娃 就听到大熊跟胖虎 打了一台的传闻 蓝胖子都惊呆了 胖虎仍在家中坐 传闻便从天上来 胖虎拉起小夫 就要先发泄一番 可偏日里 贪虎色变的大熊 为何突然雄起 背后定有胖猫的指点 胖虎还在担心 自己被宇宙核弹原地毁灭时 安熊就送来了一份大礼 大熊的挑战书 上面只写了三个字 是男人就来战 胖虎虽然怕 但作为最强反派 就算原地毁灭 也没有不敢应战 丢对面子可怕 学校到后山上 此时一聚满吃瓜群众 而大熊像极了一代宗师 胖虎迈着沉重的步伐 前来应战了 看着大熊为我独尊的架势 胖虎彻底慌了 小夫更是坚信 实力不够装备来凑 但为了尊严 胖虎选择正面应战 看着大熊挑衅的手势 胖虎竟出其不意 选择握手言和 只要大熊能放自己挑活路 胖虎不介意 跟大熊成为知心好友 大熊也不好再打笑脸人 小夫三观碎了 其了胖虎话方一转 竟拿起了满级装备的主意 大熊还真就着了道 但大熊一点也不怕 因为傻瓜是看不到铠甲的 胖虎虽然看不到 但为了不成为傻瓜一员 看不见也得说成看得见 大熊偷下战袍 直接送给了胖虎 为了证明自己看得见 胖虎瞬间化身影帝 进入铠甲有点不可身 下一秒大熊掏出神棍 只要看看胖虎扛不扛揍 大熊大帮落下 胖虎都成了葫芦娃 嘴上还要说不疼 这下大熊来劲了 九九八十一磅后 胖虎在不疼中 疼得晕倒了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这是出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哆啦美对蓝胖子的屁股耿耿于怀 小夫和胖虎无故中枪 让兄妹俩反目成仇的 竟然是一个机器糟老头子 总是逃掉 定期体检的蓝胖子的报应来了 想不到吧 高性能机器人也会感冒 这会儿已经打了一天喷嚏了 喷出来一堆道具 见蓝胖子因为害怕打针 而不肯去医院 多拉美只好留下药水后 自己回未来去了 蓝胖子嘴上瘦着没事 但还是捡起地上的药水 一口闷了 然后就去壁橱里躺下了 大熊赶着去上巡 自然没空照顾他 放学时 大熊发现小夫也感冒了 而且他也是 稳打针就丧胆 刚回到房间 大熊就听到壁橱里 传来蓝胖子微弱的呼救声 他一推开壁橱门 蓝胖子会在一堆 滚了出来 前来插港的多拉美 一看就知道 蓝胖子这是咳死我药了 把声音凝固剂给喝了下去 所以储碧里才会塞满了 这回多拉美可是有备而来 带来了未来的机器医生 只见他对着木桩就是一顿听 然后断言 蓝胖子已经凉了 确诊为感冒后 医生掏出了粗壮的针管 要来上三针 蓝胖子绷不住了 吼出一屋子的不要 撒腿就逃 作为一个合格的胸控 多拉美是不会放任蓝胖子 不管的 从医生手中接过针管 多拉美俨然一副 赶死队的模样 向蓝胖子进发 在声音凝固剂的作用下 一只大喷嚏的蓝胖子 根本藏不住 他只好躲进了 同病相怜的小夫家里 多拉美到底还是追上来了 蹦着就举起针管 蓝胖子漂亮的闪躲 小夫当了替死鬼 屁股都给干冒烟了 不逃还等啥 运气不好时 走路都会被囚砸 环球时的一句 接住啊 巨大肢体 直接把胖虎砸扁了 蓝胖子联盟大声道歉 却导致胖虎被五连编 气得胖虎 带着一帮小弟 开始追杀他 蓝胖子逃往公园 没想到多拉美 从另一边追了上来 蓝胖子集中生智 冲着潘元毕 就是一声啊啊 接着喷出来的字 撞在墙壁上的反作用力 飞走了 这次胖虎当了替死鬼 那叫一个酸爽 胖虎已经不省人事了 大熊发现 后山里 飞出了蓝胖子喷出的字 两拨人连忙一起过去搜查 又是多拉美的针头 又是胖虎的铁拳 蓝胖子怎么可能过去送人头 见状 多拉美拿出了来来猫 吸引病人 但他忘了 小夫也感冒了 小夫的屁股惨遭第二针 被换来的蓝胖子 趁机抢走了来来猫 然后和病友小夫 密谋了一个计划 多拉美此刻 瞬间黏着箱在手 这等蓝胖子的喷体 暴露位置 多拉美沿着字 一路追到了一棵树附近 看见蓝胖子的背影 喷出胶水 把蓝胖子粘在了树上 随后掏出针管 对准他的屁股 来了个二连击 小夫瞬间火蹦乱跳 直呼 未来的药 药效就是棒 一针没打的蓝胖子 自然还没好 就在他逞能的时候 又冲着多拉美 打了个大喷体 这下 多拉美像是按了火箭推进器一样 飞了出去 最后掉进了河里 结果他也感冒了 蓝胖子趁机以牙还牙 还是那名医生 还是那管针 还真是亲兄妹欢乐多啊 那么小伙伴们 有人不怕打针吗